你 走 放下你的包 商场抱头蹲下 臭娘们 给我滚开 再不滚开老地院营命 我是警察 马上放下武器 警察 好 谢谢警察 应该的 老师弟 老师弟 搬动 老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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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好厉害 妈妈你好棒 妈妈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就是一个小毛贼而已 至于这么急表现吧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功夫 你是重案组的领导了 这种体力活就交给我了 妈 你看你们这个都默契呀 是不是 看莎莎都说了 爸爸和妈妈一直都很默契 对呀 很默契很默契 回家 妈妈 再跟爸爸玩了一会儿 能不能十分钟 十分钟不行 五分钟也见 五分钟也见 不行 今天晚上收好了 请老叔叔给我们做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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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要跟爸爸再玩 一会儿我们就一会儿 上上 来 莎莎 听爸爸的话 跟你妈妈回去 你爸爸 晚上还有任务 还要训练 爸爸 你为什么那么忙啊 因为你爸爸是警察 是特警 要随时准备跟坏人作战吗 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去玩 很乖 双双 等你爸爸下次休息的时候 我们 我们去野外怎么样 带着猎气 我们去 去 去打野猪 没那种那么坏 我也不是 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真的 爸爸向你保证 拉钩 好吗 拉钩是不会骗人的 那咱们可说好 那咱们可说好 那咱们可说好啊 那咱们可说好啊 走 跟妈妈回去吧 好吗 走 走 好 好 走 走 这咱们可说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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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 你给洪飞打个电话吧 问问他小雅 这狮子头喜欢吃红烧的呢 还是清蒸的 干什么呢跟你说话呢 这狮子 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老师 你醒醒醒醒啊 喂 妈 我正去接小雅呢 怎么回事啊 妈 你先别着急啊 赶紧打一二零 不不不 我来打吧 我来打吧 妈 这样 你看好我爸 让他喝点水 我马上回来啊 我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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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该死的程度非 不接我电话 行 看你什么时候拱过我呀 喂 喂 120吗 文元路132号101 麻烦你 妈 麻烦你 我母亲在家呢 有病人晕倒了 对对对对 你好 哪位 师姐 我正直啊 正直啊 什么事 师姐 你现在干吗呢 我啊 我开车去我姐姐家吃饭 怎么了 甭去了 晚上我请你吃饭 咱们就去海旋局怎么样 正直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 不去 师姐 就一顿便饭嘛 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师姐 我的车就在你的车后边呢 你前面减速靠边 师姐 师姐 正直 我有事啊 再说 妈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了 马上到 我留了您的电话 您别着急啊 我马上回来 沈洪飞 看 沈洪飞 你干吗呢 这有点跑步啊 林云 帮我脑 你倒是不客气 我爸病了 送我回家一趟 地址 地址往前 报告 报告沈万林同志 沈洪飞 已顺利通过 东海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的选拔 现在已经正式成为 东海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的一员了 汇报完毕 稍息吧 是 李当兵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 这军人 心里要有党 要有老百姓 坚长要有责任 就是对党 对老百姓的责任 现在你虽然不当兵了 当上了特警 可这句话永远算数 你不要忘了 爸 你放心吧 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永远记在心里 沈洪飞 你爸爸得了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我爸身体一直挺好的 就是血脂有点高 你也别着急 着急也没用 我们尽快赶过去 谢谢了 喂 妈 喂 军飞啊 你别着急了 救护车已经到了 我们马上去公安医院 妈 太好了 你也别着急啊 我现在直接去公安医院 找你们 好 拜拜 麻烦你了 这点小事 你也跟我客气 坐好了 谢谢了 李云 谢谢你啊 你先回吧 你等等我 既然来了 我跟你一起下去吧 好吧 走 走 走 妈 快走 你可来了 我爸怎么样了 刚推进去 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他平时身体挺好的 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什么钱包也没有 就是前一些日子啊 他老说肚子不舒服 最近他老是咳嗽 我就劝他去医院好好查查 可他总嫌麻烦 你爸这脾气 连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位时 爸 您好 您好 我是林云 是沈洪飞的同事 是我同事 今天回来他着急了 没打着车 是他送我过来的 好 那谢谢老啊 不用 谢谢啊 沈丸林家属 到 医生 我爸怎么站好 他已经书醒了 不过暂时还不能出来 我们还要对他做进一步的观察 他 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你们都是病人的家属吗 这是我妈 你好医生 他荒谜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肺部缺氧所导致的 至于具体致病的原因呢 我们还不能完全地缺诊 要等化验报告出来以后 什么缺诊呢 缺诊什么 我们发现啊 病人的肝部和肺部啊 有一点低密度的阴影 所以 我们怀疑是肿瘤 老 老 你千万别 别着急啊 你千万别着急啊 二嫂 你爸要是有个三人两短的 妈可怎么过呀 妈 医生不是说了吗 还没确诊呢 你放心 我爸不会有事的 一定是虚惊一场 没事 没事 是啊阿姨 你先别着急 就算是肿瘤 还有可能是良性的 对啊 良性肿瘤 囊肿 囊肿 可能是囊肿 没事啊 老秦 老秦 马上好 马上好啊 差不多了 都那么丰盛 干嘛 来了 来 来了 来了 赶紧尝尝 我亲手为你炖的无鸡汤 好好给你煮 好 尝尝看 来 不错 莎莎 你请个叔叔 专门给你做好了饭 我不饿你们俩吃吧 这孩子 过来 我这忙着玩二八送的 在哪儿了没时间 莎莎 吃完了再玩吧 今天我专门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那个 番茄甜味虾 谢谢叔叔 不过呢这张菜 中午八百 已经叫我吃过了 莎莎 你秦柔肉做的 比饭店好吃多了 快过来 老秦 这孩子实在是 太不同事了 没关系的 恰恰相反 我倒觉得莎莎 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她迪势我 是因为 她认为我的出现 占据了她深爱的 爸爸的地位 这是人之长情 我能理解 老秦 没事 以后慢慢会好起来的 吃饭吧 来 来 杨叔叔 你好 你马上就跟我来 太好了 我去接你 行行行 好 杨叔一会儿见啊 再见 阿姨 您先别着急 这位杨叔叔啊 是我爸的老战友 他是这儿的主流专家 他刚从外体会审回来 马上就赶过来 那太谢谢你了 不用跟我客气 是让洪飞 遇到我这么好的同事呢 妈 黎云同志啊 人可好了 就是嘴不太好 有点毒舌 你怎么骂人哪 我没骂人哪 你说谁毒服 我这不夸你的吗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我怎么说话 你管得着吗 我没管你啊 沈红飞 你 阿姨 我去趟洗手间啊 爸 红飞啊 你跟妈说实话 你跟那姑娘 到底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 什么没什么关系 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是同事 而且是新同事 新同事 新同事 新同事能有那么说话的 打情骂俏的 你当我没看到 我说妈 刚才那叫打情骂俏 还不叫打情骂俏啊 儿子 我跟你说 他这儿就是有点尖酸刻薄 红飞呀 你可不能朝三暮四的 你懂吗 儿子 什么热气八糟的 妈就是担心啊 你爸要是真的 等了你种病 可千万不要让他 带着遗憾走啊 妈 您千万别走这儿 往坏一下啊 不会有事的 行啊 沈红飞 算你喊了 小雅 小雅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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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是因为好羞羊 今天到家里吃饭的吗 我也就忘了 妈 你先别着急啊 我跟她解释解释 快去快去 喂 喂 小雅 喂 怎么不说话呀 沈红飞 你不觉得 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 小雅 是这样 本来呢 我都到你们小区门口了 结果我爸突然晕倒了 我就急忙赶到了医院 你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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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往下憋 我看你怎么憋 我没撒谎 是真的 我现在就在公安医院的 ICU病房 我爸 他刚刚醒过来又晕倒了 现在在病房打烊了 你说这种情况底下 我能去接你吗 行行行行 我知道 就算你爸昏迷了 在医院是吧 不是还有你妈吗 这不影响我们出去玩吧 我们多久没见了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我满了电影条件 这等了很久了 我等着跟你去看电影了 我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这种情况底下 我可能去接你看电影吗 你都这么大了 怎么会这么幼稚呢 你说谁幼稚啊 我怎么就幼稚了我 对 我幼稚 我就是幼稚了 我当了你这么多年 要尽最近五年 我只跟你见了三次面 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好不容易等你转了一眼 等你回来想尽快见到你 你说我幼稚 我怎么就幼稚了 王小雅你别转移话题好不好 我不是说的这个 小吴飞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是跟你交上劲了 我问你 你去医院见你爸 还是人来见我 要是见你爸 我们就肥小 你的这个选择题 根本就不成立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一定会选择陪我爸 如果因为这个 你要跟我分手 随便 喂 喂 你 你挂我电话 行 声飞车 你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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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对象了吧 要道歉 找你女朋友去 你滚 我不接受你道歉 小雅 怎么了 小雅 怎么了 小雅 怎么这样 我以为是神工追你了 小雅 出什么事了吗 我跟他分手了 他不要我了 小雅 你俩吵架了吧 这吵架很正常 你可别瞎想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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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分手了 他不要我了 说让我爱怎么样怎么样 让我随便吧 不至于吧 没那么严重 要不这样 一会儿我请你吃点东西 开刀开刀你 那你现在在哪儿啊 下楼吧 就在你家楼下 就在你家楼下 那你等我一下 好过来 怎么样了 没事了 你跟小雅都解释清楚了 这不都解释了吗 他怎么说呀 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 妈 您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我爸的事要急 这事啊 一件顶一件的 刚把你和小雅的事 定下来吧 你爸他又 阿姨 您别着急 只要叔叔的身体没事 耽误不了你儿子机会 你别着急 杨叔叔 你到了是吗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来 杨叔叔到了 我先走了 杨叔叔 你看这情况 既然 你们是林云的同事 我说话就不绕弯子了 根据我多年的 明床经验初步判断 病人体内的低密度因应 确实有极大的可能 是恶性肿瘤 而且 根据你们所说的 病人身体情况的变化 确定 应该是干部的恶性肿瘤 这只是我的判断而已 真正的确诊 是要在病人手术以后 对肿瘤组织进行切片化验 毕竟呢 任何奇迹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希望医生 沈梦菲 你别太担心了 杨叔叔不是说了吗 他一定会尽力的 哎 那我先回去了 谢谢你 不用 沈无飞 你是一个在绝境中 可以创造奇迹的人 这点我已经领教了 别让我失望 放心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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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还要在里边待到明天早上 这不让佩洪 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吧 不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这儿陪你爸 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 也抬了一辈子纲 你不知道 好 你爸他对我有多重要啊 他要是不在呢 留下我一个人 我们怎么过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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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晓雅 你不能再喝了 我为什么不能喝 你凭什么管我 我是你什么人 我没那意思 你再喝就醉了 我已经醉了 我就是要醉 我不醉干什么呢 我爱了一个男人十年 她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我不喝酒 我不喝酒还能干什么 那些事都会过去了 来 不能喝了 给我 你看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我就 晓雅 我 我送你回去吧 不能回来 我把我妈看见我这个园子 决定杀了我 我杀了你 来 让我 我送你去别的地方休息 来 来 来 你这我去哪儿啊 找个地方休息 你喝多了 你这我真好 什么非要是有你身体好 就好了 来 慢点啊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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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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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ゆ计划 祝你愉快 祝你愉快 鱼 以鼓视ọ 才是 Lambank Body 我无法 comun 不是悟三 悲reshold 不 Kafka 我爱了一个男人十年 他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给我真好 慢点啊 你比守护飞体质多了 他要是能赶上你十分之一 就好了 慢点 慢点 不过来 好 好 喂 阿姨啊 洪飞啊 阿姨想问你 这都已经半夜了 小雅怎么还没回来呢 什么 小雅到现在没回去吗 你这孩子跟我 开什么玩笑呢 她一下午 都在准备去你们家的 洪飞啊 我可告诉你 我们对小雅的教育 是很严格的 你们俩毕竟还没有结婚 不 阿姨啊 您误会了 今天 我确实是请小雅 到我们家来吃饭来着 后来我爸病了 晕倒了 现在我们全家都在公安医院呢 后来 我有打电话给她解释了一下 没想到她生气了 就再也没联系 什么 那小雅能到哪儿去呢 现在都半夜一点了 这孩子又出什么事了 应该不会 叔叔 阿姨 你们没给小雅打过电话吗 我打了 可是她关机 所以我才打你电话的 阿姨 你们先别着急 我马上想办法去找小雅 洪飞啊 小雅可是我跟你叔叔的命根子 她可不能有事啊 是是 我知道了 阿姨 你那儿有没有小雅别的同事 或者朋友的电话 你再挨个儿打听打听 没有 我打过了 她的朋友 我怎么会有电话呢 好 那这样吧 我马上去找啊 你看着孩子 他七岁着你 妈 洪飞 你怎么了 小雅傍晚出来 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这么晚了她都上哪儿去呢 妈 你在这儿陪着我爸 我去找小雅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 快去吧 来 你猜我现在跟谁在块啊 我们的高中同学 熊三 喂 谁啊 李华你好 我是沈红飞啊 我说你小子疯啊 这大半夜呢 不好意思啊 我有急事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咱们高中同学 熊三的电话 熊三啊 哎 没有啊 咱是梁敏 这不跟她联系好多年了 我说你找她干嘛呀 没事没事 打紧了啊 喂 萱萱 我想问一下 什么事啊 我听说啊 她护卫社会有好几年了 熊三现在是个大混混 喂 谁啊 萱萱 是我 红飞啊 沈红飞 是不是叔叔的病情 不是 是这样啊 王小雅不见了 王小雅是谁啊 你女朋友 对对对 我说沈红飞 你找你女朋友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 我是不是白天对你太好了 不是你 有病 谁啊 我说沈红飞 你是不是有病啊 对不起啊 李渔 你听我说 是这样 我和小雅有一个高中同学 我现在怀疑啊 她可能会跟她在一起 这个人叫熊三 你们那儿 会不会有他的案例 熊三 你知道他 他是警方重点关注的对象 而且很多证据表明 他有可能涉嫌 黑社会的暴力和贩毒 我那时候在百花分局 帮众案组收集过他的资料 看来我找你找对了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担心 小雅会出事 就给你帮忙了 妈就来 谢谢 谢谢 喂 喂 郑哲 我是林云 沈无非有事找你帮忙 你马上到公安医院的大门口 喂 谢谢 喂 来啦 嗯 你怎么来了 是我让他来的 你不是要找熊三吗 在众案组正直就负责听熊三 熊三 他怎么了 小雅不见了 我担心她和熊三在一起 你这资料你还记得吗 记得了 记得就不 你说你也是 自己女朋友都看不住 大半夜的把人叫过来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们二位了 那就别愣着了 赶紧上我车找人吧 走 上那边 我去停车 等动我 好 我去停车 你吧 好 我去停车